近日,有媒体捕捉到王妃的身影 拍到了她和友人一起聚餐 不过和往常不一样的事 这次王妃失去了以往的淡定和从容 捂着脸状态不佳 王妃当天身着风衣 依旧是留着一头利索的短发 她走出酒店后用手捂着脸 表情看起来相当痛苦 难道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王妃一向非常淡定 如果连她都控制不住情绪当面落泪 那很难想象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王妃走出酒店后 有一名友人也快步走出 在一旁扶着她的胳膊给她安慰 不过两人并没有任何言语交流 直至她将王妃送上车 这个视频也戛然而止 算起来已经许久未在生活中见到王妃了 她在2018年参加《患乐之城》后 便再也没有接过综艺 事业属于半退隐状态 她的朋友也都是天后级别的人物 大家都比较注重隐私 很少能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王妃的近况 这段视频曝光后 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人猜测王妃是不是受了情伤 难道是被谢霆锋伤害了 还有人言之凿凿 称王妃确实在视频中哭了 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如果要评选娱乐圈最潇洒的女人 想必一定非王妃莫属 她一直过得肆意洒脱 鲜少有情绪激动的时候 而且最红的时候面对大众的质疑 记者的刁难 她都能第一时间调整好情绪 淡淡然地说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种魄力和底气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王妃一向不喜交际 也不愿意和大众交代感情生活 她和谢霆锋复合后变得更加低调 算起来两人复合已经超过八年 按理说正是浓情秘义的时候 感情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过近年以来 王妃与谢霆锋就不断传出分手风波 此前王妃就多次被拍到 与一名小鲜肉Ryan同框的画面 两人不仅一起直播 还一起看演唱会 在看演唱会的时候 王妃由于太过兴奋将手机丢失 Ryan还陪同她一起到工作人员处领取 在唱K的时候 两人动作也很亲密暧昧 光是看这个画面 的确是令人浮想连篇 更奇怪的是 这次分手传闻出来以后许久 谢霆锋王妃两人都没有做出澄清 现在台妹又再度爆料两人已经分手 相信喜欢他们的粉丝看了 内心可能会更加担忧吧 之前谢霆锋在节目中 首次谈及到了风飞恋 当时主持人问 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会结婚 谢霆锋淡淡一笑坚决地回应 不会结婚 仅仅四个字 算是给出了风飞恋最后的结局 而在这之后 谢霆锋做客某主播的直播间 在聊天过程中 谢霆锋突然放话说道 出轨了 我绝对无法接受 此话一出 难免让人浮想连天 刚开始 不少网友觉得谢霆锋是在内涵张柏芝 众所周知 谢霆锋和张柏芝有过一段长达六年的婚姻 但在2008年的时候 张柏芝却陷入燕照门一世 陷入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尽管当时谢霆锋选择了不怪罪张柏芝 但二人还是与2012年离了婚 然而 就在网友们回顾谢霆锋和张柏芝的过往时 知名余记猪皮却出面爆料表示 谢霆锋说的并非张柏芝 而是王菲 该余记还爆料称 谢霆锋和王菲已经分手半年了 在猪皮的长文中提到的小豆尾 被港媒直接和近年来 平凡出现在王菲身边的小鲜肉 Ryan画上了等号 随着王菲出轨的消息 风飞练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之前就有网友爆料谢霆锋 将自己的十亿财产做了公证 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这就意味着 不管王菲怎么样 都得不到谢霆锋的一点财产 甚至谢霆锋还说自己不会和王菲领证 难道这段纠缠十亿年的风飞练 真的要结束了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预示着 张柏志和谢霆锋将会重归于好呢 毕竟前段时间大儿子 也在网上直接喊话谢霆锋 想要让父亲和母亲重新复合的 与其中全部都是对父母在一起的渴望 那么谢霆锋是怎么回答的呢 难道这段复杂的三角恋 就这样结束了吗 得不到谢霆锋财产的王菲 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谢霆锋十亿家产 一分不给王菲 难怪王菲转身找小线二 张柏志这回才是最大赢家 谢霆锋将自己十亿家产 全部投进信托基金 但受益人名单上只有两个人的名字 那就是他的两个亲生儿子 但这十亿中 王菲可是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他又怎么会甘心呢 这也是让不少网友怀疑 他此前之所以频频与小线二外处被拍 估计就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 要知道王菲与Ryan被拍到的频率 远远超过与谢霆锋在一起的次数 一个月内 王菲与小线二就同逛过四次 甚至两人还亲密地在KTV靠间唱歌 王菲更是大胆地公开发布两人合照 亲密的勾肩搭背 也是一度让人怀疑王菲是故意让谢霆锋看到的 怕是那个时候 王菲就已经知道了 谢霆锋将要把财产全部留给儿子的事情 所以才会想出这样一个欲擒故纵的方法 来让谢霆锋后悔 虽说王菲实际上并不缺钱 但是作为在一起七年的女友 到最后却完全不被谢霆锋考虑到 感情上肯定是非常难受的 加上最后还是被张摆着这个前任 靠着儿子夺得胜利 王菲当然心里也不会感到舒服 奈何自己已经是50岁的年纪 她也根本不可能再为谢霆锋生孩子 又能拿什么绑住谢霆锋呢 但也有网友认为 谢霆锋或许是心灰意冷 才想要将财产留给儿子 她或许早就已经和王菲的感情淡了 看到王菲与小仙儿私混在一起 心里非常不舒服 所以才赌气 想要把十亿财产留给两个儿子 这下让王菲最不待见的张摆着 占了便宜 就能气一气王菲了 毕竟谢霆锋曾经对王菲女儿 比对自己儿子还好 甚至爱无极无道 为王菲女儿送过一栋上千万的豪宅 反而是自己儿子生日时 连祝福都没有 这样看来谢霆锋根本没有多爱儿子 但也有网友认为 谢霆锋或许只是后悔自己这么多年 都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 才想要用金钱做出弥补 毕竟当年张摆着还在照顾两个 嗷嗷待哺的孩子时 谢霆锋就转身投入了王菲的怀抱 大儿子卢卡斯生日时 也都是张摆着为他精心庆祝 谢霆锋这个父亲 反而与王菲在日本游玩散心 根本没有把儿子的生日放在心上 可以说在儿子成长过程中 谢霆锋这个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 不过这次算是良心发现 或许是害怕自己没人养老 这才想起来对儿子好一点 所以才将十一财产全部留给儿子 王菲和谢霆锋在一起 分分合合十几年 一直都是没有修成正果 但是最近几年 谢霆锋开始频频在大众面前秀恩爱 并且还罕见分享自己和王菲的生活细节 让粉丝们真的是看不够啊 还喊话谢霆锋一定要多多分享他们的事情 粉丝们最为关心了 不过目前王菲和谢霆锋 已经很久没有同框 也没有互动了 所以网友们都开始猜测 谢霆锋和王菲的真实关系 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一次看到王菲飞奔出来无脸痛苦 不知道是不是真与谢霆锋有关呢 2023年4月 王菲与谢霆锋时隔多年再度同框 两人在机场高调洒糖超甜蜜 彼此牵手同行丝毫不避险 看着王菲和谢霆锋 如此明目张胆地秀恩爱 网友也默认他俩这是又重新走到一起了 并且借机对外宣布恋情 然而如今王菲和谢霆锋之间 似乎出了一点小状况 前不久港媒爆料他们疑似分手 据悉是因为彼此个性不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王菲与谢霆锋 已经好久没有同框现身过了 4月时 王菲独自前往法国看女儿李燕 谢霆锋也没陪在身边 她带着女儿以及李燕的同学 前往湖边野餐 母女同框幸福满意 8月下旬 谢霆锋在儿子谢震锋生日前夕 带她前往澳洲游玩 父子俩打卡当地多个旅游景点 并且一起滑雪 同样 王菲也没陪同 反而有网友在澳洲偶遇张摆之了 时间点与谢霆锋相同 随后 关于张柏芝与谢霆锋疑似复合的消息 便铺天盖地传来 经纪人第一时间出面否认张柏芝与谢霆锋复合的可能 趁两人在一起的话 一定会宣布的 如今王菲与谢霆锋的感情状况扑朔迷离 不知未来是否还能看到他们同框的画面 毕竟身为超一线艺人 他们时刻都保持低调 如今谢霆锋正在忙着自己的事业 而王菲也曾被派到现身杭州工作 可能是太忙了 所以没有时间见面 才让两人情感状况引发诸多猜测 希望这次他们看到台媒爆料的分手消息后 能够回应让大家内心有个确切答案 也让媒体不再揣测 感情的是冷暖自知 经历过这么多的分分合合 相信王菲和谢霆锋早已对感情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无论是否分手 还是期待当事人的回应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打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